我们认为,以去风险,降依赖之名,行竞争和保护主义之时,将正常的合作犯安全化、犯政治化,只会适得其反,人为制造风险。 以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划线,古早所谓制度、利益、价值观竞争,更是逆时代潮流而渡,只会加剧世界的分裂。 事实上,中德共识远多于分歧,合作远大于竞争,双方是伙伴而不是对手。 在当前复杂动荡的国际形势下,希望德方全面客观看待中国发展,制定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, 同中方携手进对全球性挑战,为世界和平与发展,贡献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。